当年我觉得这个高考是我人生的这个全部 其实回过头来看的话它也只是一个过程 当然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过程 它可能会影响一些什么 但是它决定不了什么 我叫刘审廷 是这个2008年 这个通过高考进入了这个电子科技大学 学习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过程 2017年初反向创业 做了一名这个职业农民 承包了大概有220亩左右的土地 然后去做了一个农场 然后也被大家称为硕士农民 我是08年参加高考 当年也是在绵阳读书 也遇到了这个汶川地震 所以说我们也是属于研考的那一批 当时这个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在当时的我看来高考就是全部 也是我们唯一往上走的这样一个通道 现在经常晚上做梦的时候 也会梦到当年高考的这个场景 所以说高考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部分 一个直小嘴都就留那么一个两个 做这个农业吧 当时其实大家也都挺吃惊的 觉得我从一个这个985的这个硕士 而且在学校里面这个成绩也还不错 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 其实大家对我的这个质疑 选择的这种质疑其实是蛮大的 当时就很多人说 我这个是不务正义 其实我只是不务专业而已 带着这样的一种质疑的眼光下面 回来反向这个创业 因为我原来本身来说 学的是电子科学和技术 以这个回来从事农业 跨度这些是比较大的 刚开始我还是也经历过一些挫折 种了一些米后桃 也被有机肥给烧死了 刚开始大家其实就是叫硕士农民 其实心里面想的都是素食农民 就是很快速的就死掉了 叫素食农民 所以说后面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些努力 慢慢地把自己的这种形象给纠正过来 后面其实也想通了 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是一种能力 而不仅仅是知识本身 有了能力过后 那么我们去学习任何知识 其实都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这就是我刚刚反向创业回来的时候 就是对我们的传统的滴灌 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简化和改缘 把它做成这个微喷的这样一个系统 不仅在学校里面搞了很多发明创造 回来这个反向创业过后 也搞了很多很接地气的 比较实用的这样的一些发明 比如说写一的微喷系统 通过遮阳网防双冻技术 现在在我们全省推广都有上万摩 这样的话其实也是 还是有满满的这样一个成就感 能够帮到这个整个产业 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就像我现在这个是一个电子科学技术的这个专业 回来看似与我们这个专业不相关 与农业不相关 但是回来过后发现 其实当我们的专业与这个农业相集合过后 这种融合过后 其实产生了巨大的这种化学科 这种效应的这种放大的作用 所以说我希望呢 就是说大家依照自己的兴趣 感兴趣的东西 勇敢地去选择自己热爱的 喜欢的这样一个专业 哪怕我们毕业了过后 我所从事的这样一个方向 工作跟自己的专业不相关 也不必懊恼 或许其实这个你的这个专业 在和你的工作进行这样一个 有机的融合过后 还会这个就是进行一些放大 还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 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